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觉是一样的 认为这怎么是可能来自一个 现在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应该要讲的话 中华民国自在中国创立以来 连连续续受到美国许多的援助 今天到了马英九来做代表的时候 发现长久来接受美国援助的行为 他已经在CN面前已经正式宣告结束 就在美国的这些台湾人的角度 以我的角度个人来看 马英九这无疑的是向美国的利益已经宣战 所以个人认为台美人应该要联合起来 正式的向美国的政府提出控诉 马英九已经侵犯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 台湾关系法指示非常清楚 台湾关系法指示总统 美国总统如果遇到台湾人民的安全 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到威胁的时候 因为这个威胁而使得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就应该要迅速 美国总统就应该要迅速通知国会 美国总统和国会就必须要根据宪法的程序 来决定美国应付这些危险行动 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动 刚刚大博会报告的 马英九讲的never 事实上这个行为已经妨碍到美国利益的 所以台美人我建议你们 应该向你们的总统和国会提出这种看法 请他们依照宪法的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这些危险 要采取的适当行动 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 马英九的片面的宣誓 并不能影响关系法的运作 但是我们考虑到华盛顿DC那边 中国撒了大把大把的银子 去影响美国的政治两物 所以台湾关系法被修订 或者台湾关系法被废止 这些危险性的确存在 所以在他还有作用的时候 台美人这时候你们的战争已经到了 所以真正爱台湾 台美人现在就要展出来 发动最大最大可能的抗议活动 针对全美国 现在洛杉矶 在旧金山或是纽约等等 有领事馆所在的那个地方 就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所在之地 应该发动最大可能的 世卫抗议活动 并通知CNN一定要到场 我相信这个新闻 对美国主流社会 绝对是有最大的作用 事不宜迟 台美人 马英九已经侵犯到的 你们美国国家的利益 所以该站出来了 时候到了 战争已经开始 台美人加油 我们下次再会